今天是2023年4月16号 今天外面比较热 应该三十几度应该是有了 今天分享两个三个吧 讲用电器 第一个就是这个洗碗机 我这个买的比较大 可以看一下这个 强快洗 智能洗 节能洗 什么超快洗之类的 还有扫量餐具 它就是各种模式 时间不一样 节能模式三个多小时 我们一般就用强快洗就好了 一个半小时 超快就是半个小时 这个里面就是分成两层 可以放很多的这个碗 这里就会放一些这个洗节块 像这个洗碗粉 这里呢就是放这个软水的 这里是那个亮碟的 就是洗出来的效果更亮一些吧 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洗碗机没什么用 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好用 我 我们个人使用下来的体验呢 就是非常好用 基本上如果碗快少啊 比如说一下两三口 早餐 午餐 因为现在很多人 午餐都不是在家吃的 所以午餐基本上没什么碗 再加上晚餐 基本上这一次性就洗了 而且洗得非常干净 只要你摆得好就可以了 能装很多 比解放双手吧 比你自己用这个手洗 又干净又省事 看一下下一个点气 这个是一个抽湿机 除湿的 其实这个就功能上来说就没什么了 其实就是只要一开机 它就吸这个房间空气的水分 因为用了很久了 所以这里都比较脏 吸满之后这里一个水 只要倒出去 它这里会显示水满 把它这个倒掉 然后它会自动这个又出来的 这个就是设置好 这个湿度范围就好了 我们通常的七八十度 这个身体会感觉比较舒服一些 不会太干燥 在广东这种 灰南天 特别适合用这个除湿机 因为到这个天气的时候 地板全都是水 特别是不能脱地 而且那个衣服洗了也不会干 所以用这个家里基本上 不会产生这种现象 灰南天这种 就完全可以避免掉了 我这是放了两个 我主要是说的是烘干机 因为我们下面这个是一个洗衣机 都是三星的 我们没有买洗烘液体的 就是买了一个单独的烘干机 先看一下 它可以分成很多种模式 这里还有这个 这个是收集那些线头的 这些槽定期清理就好了 然后这有个水槽 烘干之后看一下 我前几段用的 这个这里烘干的水分都会吸到这里 在外面可以看到水的刻度 这个烘干机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独立的 然后也有那个洗烘液体机 我们买的是独立的 因为独立的话呢 它两个对比 洗烘液体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容积比较小 烘不了这么多 另外一点呢 它是用这种冷凝室的 所以它会这个温度会急速的 这个升到那个非常高的温度 对于衣服来讲 那个破坏性比较大 这种独立式的呢 它就是这个地液容量比较大 可以烘很多衣服 另外它的温度 因为它模式比较多 所以它的温度比较均衡 可以根据衣物来调节模式 所以那个衣物比较 保护的比较好吧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有这个 灰尘呢 还有这些出现了一些 线头之类的这个收集 这个是一体机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的科技不知道有没有了 主要呢 也是应对这个回南天 比如说那个衣服很难烘干 所以用这个烘呢 就比较快 而且有些比较早期穿的衣服 也可以烘一下 就很快就可以穿了 这种分体式的呢 缺点呢 第一个就是占空间 第二就是 因为毕竟是两台机 一台洗衣机 一台这个烘干机 肯定是价格就会比较高 一体式的呢 就是省空间 然后总价呢 会低一些 大概这两项的优缺点嘛 这三个机器呢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用到 感觉比较好用的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 比较呃 比较推荐大家买吧 就是品牌呀 还有大小呢 就是看个人的 具体需求了 呃 今天拍到这里 比较好用的 比较好用的 比较好用的